殿下也不在敏陵館 你们疯了 是 虽然疯狂 但很有效 殿下的大军 已经突破了大魏的各道防线 直逼长安 大魏分布在东线南线的兵马 远水难救近火 西北食鱼成池 全部俯首成尘 这个时候 兵贵神速 殿下的黑英军 不久就会攻进大魏的皇城 阿楚 殿下知道你不会赞同他的想法 所以才瞒着你 但并不代表他不信任你 燕北地狱苦寒 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和大魏抗衡 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 卫尉救赵也不失为良策 只有我们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 调换位置和处境才能扭转局面 你是殿下最亲密的人 你应该理解他 就为了这个彻底的战略转移 你们就将燕北的百万居民 作为诱饵和炮灰吗 阿楚 是 我是曾怀疑过 怀疑过燕煦 怀疑燕煦率兵攻打美陵关 只不过是为了消磨二军的主力 稳固他在燕北的地位 可是我却没有想到 燕煦的知晓 根本就不在燕北 他以燕北百万居民为诱饵 在洪川城射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将大魏的兵马全部都吸引过来 然后冒天下之大不韦 率领燕北的第一军队 和兰城的精兵 强势攻入大魏的土地 难怪 他在大战前 强调要抽兵去攻打美陵关 难怪 他不将我带在身边 难怪 我所发出的求救信号 全部石沉大汗 贴身事 全部都是他燕煦的贴身亲戚 兰城对于洪川的危急 没有任何支援 这么深的城府 这么深的心机 这样可怕有缜密的计划 步步为营 出手狠了 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这还是我认识的烟绪吗 我们说好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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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